哭成這樣子還硬搭他的手 我就啊 客家大嫂說他哪知道他是誰啊 然後客家大嫂說大王大王啊 勞命勞命啊這個不是這樣子 不是你這樣講看著這樣子 他說那為什麼 不是我生的 大兒子不是我生的 他是我哥哥大嫂的 可是在昨天我哥哥大嫂被亂劍刺死 那時候他把臨死前把他的兒子推給我 說叫我幫他撫養長大 我覺得我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而且我是他妹妹 就是我應該要這樣做 這個小的才是我自己的兒子哦 可是我真的跑不動的時候 我可能要放棄我的小孩 你覺得呢 有沒有覺得很心疼很感動的樣子 說怎麼會有四三還有這麼有 這麼有這麼善良 那麼感動人的事情 我跟你講皇朝也是人啊 心裡一酸的說 哇 他非想救這個人不可 怎麼樣呢 來一翻身 山壁 倉卜艾草龍樹一把抓 跟這個客家老夫人講 你跑到下個村落 找個地方躲起來 可以住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的記號 你只要把這個插在門口 我都叫我皇朝士兵不要進攻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好 好啊 他講兩三句話 馬上就可以避免這個災難 這麼棒對不對 好 等到整個皇朝大軍打到下個村落的時候 三四百戶全部插滿了 倉卜艾草龍樹 原來我們是被他客家老夫人救的 因為他對自己的哥哥大嫂這麼有情有意 對肯收留他的村落怎麼樣 他難啊 後康要鬥太薄啊 而且皇朝士兵就跟皇朝講 你說有記號的不能打 不能進攻 你三四百戶都插了怎麼辦 皇朝是要當什麼的 要當皇帝的 講話要不要算話 要啊 要算話啊 什麼君子一口就四馬就難追 來出出去的話不能收啊 馬上說是跳過這個村的往下個村落打 所以說這個不是避邪的 是什麼 避難的 是避難的喔 這是客家的一個小故事